警方十分關注理工大學現在的情況 尤其是留守在裡面的人士 我們很擔心他們的健康、心理和情緒的情況 因為這樣警方已經聯同了其他的政府部門 和一批獨立的中間人 組成了一個安全小組 成員包括有中學校長、社工 臨床的心理學家 防止自殺的機構 救護、消防以及警察的談判組 我們準備進入美工大學校園的範圍 進行遊說的工作 希望可以說服和勸喻 仍然留在校園的人士 以和平、有序的方式 盡快離開校園 如果有留守的人士 有健康的需要 或者是需要接受醫護的治療 我們都會全力作出配合 以醫療行先的方式處理 安排救護車給他們 簡單來說 我們是不會 是不會第一時間作出驅逼 更多精彩 盡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盡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更多精彩